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中秋晚会 杨幂也太美了吧 李沁章小斐气质绝 周深章节好会唱 花好月圆夜 有三场中秋晚会等待着大家 也是相当热闹了 每场晚会各有特色 央视人美风景美 湖南卫视青春有活力 东方卫视激情有情怀 顾主持的撒贝宁激情 献唱父亲 他和钟振涛的演艺是一个坚定有力 一个情感浓郁 两人唱的那叫一个动情 真的有被感动到 张小斐这世又美了啊 真的是要用红气养人来形容他了 身穿棕色系抹胸的他 亮片吸睛 印花显沉稳 张小斐的气场完全撑住了这条礼服 不论是装还是状态都太绝了 大气又时尚 温婉又大放 歌声又动听 弹剑刺的亮相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 忽明忽暗的灯光 隐约露出的帅气侧脸 轻快的舞步和歌声也是结合的刚刚好 这事又把人帅到了啊 沐文卫一出场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他深情演唱一生所爱的时候 开口梦回大话西游 嗓音没变化 人感觉也没变老 这次状态非常好 当沐文卫和李荣浩合唱 慢慢喜欢你的时候 场景真的太美了 两人隔着薄纱对唱 江边又放起了烟花 人美歌美画面美 太养眼了 毛小童也变美了吗 画面里的她宛如仙女一样 八字刘海好适合她的脸型 稍稍比平时要浓一些的妆 反而更显大气 穿着白色挂国礼服的毛 小童站在船上 仿佛如画一般美丽 再配上她动听的歌声 让人挪不开眼 杨幂一出场 是真的好亮眼 但是先把大家的耳朵给刺激了一下 她和若把你的原唱一起合作 反而毁了这首歌 不少人都感觉被杨幂伤害到了 说难听的网友是真多啊 不过 杨幂还是成功用脸征服了观众 这套戴着竹纹刺绣的改良旗袍 真的是戴出了杨幂的古运之美 好身材也被勾勒了出来 会穿淡更会保养的杨幂 这次也是呈现出了自己的好状态 这脸看着是零瑕疵啊 五官和皮肤都是好让人羡慕了 周深这首光亮一开洒 真的是震穿人的耳膜了 戏腔一出声 感觉一下子穿越到了古代 而到了后半段周深的高音一出来 就更是治愈了 每次听周深唱歌是真的好享受 欲可为和景百然和做了歌曲不染 好新鲜的组合 和毛不易唱出的感觉完全不同 欲可为的声线是真的绝 景百然这边的也是梅书 李沁和赵赵合唱的 把酒问月真的好 适合这个中秋夜啊 李沁的眉感觉也是如同明月般 照亮了这个夜空 颜值是真的清新 央视也是真的敢拍 直接对到李沁脸上都看不到瑕疵 这皮肤也是太好了 孙月和毛不易合唱的心 祝你平安是别有韵味 毛不易温暖 直达人心底的嗓音和孙月 清脆悦耳的声音进行了巧妙的融合 有种中和了对方的特色 但又更丰富的感觉 孙月也是越来越好了 歌声和颜值都是一个大回春啊 也是红气养人了 湖南今年阵容是稍差了一些 但何炯是真的让人泪目了 因为这已经是他连续主持 中秋晚会的第十个年头了 不知不觉已经陪伴了大家 这么多个中秋夜 何炯一出场 他的一个动作显示出了 他谦逊温暖的一面 真的是期待他和大家的下一个十年了 何炯出场后和沈梦辰等人 一起合唱了一首改编的《想见你》 沈梦辰状态气色都好好啊 最会活跃场子的大张伟给大家带来一首《月光下有好事发生》 他这改编的是真深入人心 果然中秋听这样的歌就是贝爽啊 黄妈这次是有点翻车的节奏了 作为舞台上难得的一个真唱 她上来就有点没hold住 一直跑掉声音还不稳 后半段是好了很多 但还是感觉黄启山这次状态不是太好 极客俊逸和刘宇合唱的《这首我会等》 真的是耳朵眼睛都享受了 刘宇的舞蹈好专业好丝滑 极客俊逸的嗓音又高亢嘹亮 俩人都给人一种希望就在前方的感觉 真好听 东方卫视这边也热闹 居静一成功用一首唱跳的《恋爱告急》 征服了观众 三个居静一实力都好强 人每歌好听 分别用国风 现代风 爱二次元的形象跳了这段舞 整齐步真的是一绝 造型POSE都是真不错 张杰一首《北斗星的爱》 一下子把人带回到20年前 那个他最开始圆梦的舞台 当他再次唱起这首歌 还是依然沉醉其中 杰哥依然是那个追梦舞台上的大男孩 看完了今年的三台热闹的中秋晚会 也是有点享受了 都是人每歌每舞台每地表演 要是都按照这个水准来 那是真有点期待之后的晚会节目了 二 惊艳 李沁穿粉色亮片长裙 亮相中秋晚会 在这个中秋佳节 月圆之夜 我们迎来了一场盛大的晚会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 有一位美丽的女神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就是实力派女演员李沁 她以一袭粉色亮片长裙亮相晚会 仙气飘飘 美得令人陶醉 李沁 一个让人惊艳的名字 她的美貌和才华早已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这次参加中秋晚会 她的造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粉色亮片长裙 尤如仙子下凡 美得让人窒息 这款裙子的设计独具匠心 将优雅与时尚完美融合 展现出李沁独特的魅力 粉色是一种非常温柔的颜色 它代表着浪漫 甜美和梦幻 而亮片则是一种璀璨夺目的元素 它能为任何服装增添一份华丽的气息 当这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时 便产生了一种既优雅又时尚的效果 李沁的这款粉色亮片长裙 正式将这种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裙子的设计非常精致 领口处的蕾丝花边勾勒出优美的线条 与亮片相应成趣 裙摆处则是大面积的亮片装饰 如同繁星点点 闪耀着迷人的光芒 这种设计不仅让李沁看起来更加高贵典雅 还为他增添了一份神秘的魅力 搭配方面 李沁选择了一双简约的高跟鞋 使整个人显得更加挺拔 同时 他还佩戴了一串闪耀的项链和一对耳环 为整体造型增色天才 这样的搭配既体现了李沁的品味 也让他在晚会上熠熠生辉 在这个中秋晚会上 李沁的出现无疑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惊喜 他的粉色亮片长裙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让人们为之赞叹不已 而他的美丽和才华也再次证明了 他在演艺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 李沁在这次中秋晚会上的亮相堪称完美 他的粉色亮片长裙既展现了他的优雅气质 又彰显了他的时尚品味 这样的李沁 无疑是我们这个美好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日子里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